我们看一下这是伊朗外长 正在黎巴嫩访问的时候强调 必须要停止占领者 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而且他呼吁以色列要停止轰炸加萨 否则恐怕会出现第二战场 第二战场指的到底是哪里 另外他有特别提到 很可能会招致抵抗轴心的其他成员 采取行动 有哪些抵抗轴心的成员呢 包含伊朗自己 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叙利亚 黎巴嫩的武装团体争阻挡等等 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丽将军 没有用 我今天纯粹从野战战略的观念 来跟大家做说明 你是说他们抵抗没有用 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因为五次的中中战争我都研究过 以色列现在的位置 如果说就战略战术来讲的话 它叫内线作战 然后以色列军人 他非常懂得战略战术的运用 这个内线作战最重要就是 面对很多从多方的攻击嘛 他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兵力要讲一个节约跟集中 他要知道他重点要打击哪一个 先要击面哪一个 然后其他不是优先的 他就这个 我就暂时采取拘束的方式 或延迟的手段 我先集中我所有兵力 先把其中一方打掉 最明显的一次战略就是六日战争 六日战争你知道以色列它有多勇敢 它我们纯粹就是野战战 不谈政治的事 它只留两架飞机去监视其他的国家 包括北边的黎巴伦 叙利亚 约旦这些国家监视 它所有战机一次起飞 先把埃及的所有战机一次干掉 干掉以后埃及空中优势完全没有了 所以它再回过头来 再去打其他国家 这就叫内线作战 但相对外线作战一定要讲什么 一定要讲究 从各方面来讲的话 一定要携从攻击 你打到哪边 然后牵制到哪里 然后压迫到中间这个国家 被包围的这个国家来讲 它没有回转空间 它没有办法来做兵力转用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 你看现在郑主党 虽然它号称它有多少武器 伊朗号称有多少武器 但是这些国家到现在没有动手 已经失去了战机了 就是如果说他们之间有协调合作来讲的话 在哈马斯动手的时候 他们就应该要动手了 你说同时采取攻击 让以色列父辈同时受机 同时面对多方面的作战 而且这几个攻击方案必须要前同一致 比如说伊朗这时候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说前两三天 对不对 它的无人机 然后可以对那边实施这种攻击 或者黎巴嫩曾组长他也采取攻势 而不是只在那边放两颗炮弹 对不对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那加拉走廊大概已经 以色列这边大概 我觉得紧接下来就是地面作战 那你这时候到现在都还没有动作 不管黎巴嫩或者是伊朗 现在只是嘴巴在那边讲话 甚至于南叶门这些国家 都只是嘴巴在那边讲 那实际上面军事行动都还没有动作出来 我觉得如果说就也在战场 就战场来讲的话 已经失去的这个 先机 已经失去先机了 就后续你在行动的话 只是被以色列的各个极灭 对不对 我现在先把你这个加拉走廊打掉 你现在后面哪个国家 你尼巴尼要动我 我现在第二个最负责 我必须转用到北边去打你 打你真主打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我觉得已经失去的战场上的一个先机 好 其实这当中 包含这个俄罗斯的态度也蛮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有敦促以巴双方把平民的损害减少到零 同时他直接说了大白话 他批评整个局势急剧升级 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失败的鲜明立正 另外他也告诉大家 他已经收到要去访问伊拉克的邀请了 同时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一并问一下大千哥 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有直接说 他说美国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搅口香糖 代表的是他们可以一边关注俄乌战争 一边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尾巴之间的冲突 一边走路一边搅口香糖 跟可以两线作战 这到底是什么比例 这完全不成比例的一个 举了一个奇怪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要两线作战 你应该是说 你可不可以一边走路 同时一边打网球 就是要做这样子恐怕才叫做 可以这个等量奇观 搅口香糖这是小事 那我不但可以一边走路 我还可以一边搅口香糖 我还可以一边哼歌 我还可以同时做五件事情 这就代表我可以五线作战了吗 那你认同普丁的说法吗 他说这个局势升级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 我刚才立江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当然如果大家要有志一同一起报仇 本来就应该要一起发动 让以色列措手不及 然后无暇他顾 然后左支右支 那但是现阶段看起来已经错失了这个先机 可是关键是一个问题 就以色列怎么处理加萨走廊的这个状况 他的地面部队要怎么攻击 这个攻击过程会死多少人 这就是我刚才一直在提的 就是今天如果你以色列傻了 你认为说反正你们大家都不敢动 所以我就为所欲为了 我要杀多少人是我家的事 那未必了 当这个尸痕遍野的时候 这个死伤残重的时候 你就会逼着那些阿拉伯伯家不动都不行啊 就你看着这个回家都被杀 在那边被屠杀了 然后你居然自知不理 视若无睹 这怎么可能说得通吗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以色列接下来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来进行报复 那么他有可能逼着其他的国家 原本想说看个好戏 或者是捐点钱 给点武器就算了 现在不行了 他们可能都被有压力 必须要这个介入这场战争 所以未来的战争会被扩大 整个中东情势会被失控 你就看以色列接下来怎么处理家族了嘛 他接下来要怎么去把哈巴斯都揪出来 然后再尽量不要伤亡平民的情况之下 所以普丁说的没有错啊 就如果今天以色列真的聪明 他就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你只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其他国家就没有任何的道德正当性 说他们必须要动手去制止你 那么可是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另外一回事 好那你说对美国来讲 他现在可以讲这么云淡风轻 是因为他现在吃定这些人不会动嘛 所以他就把他摆在那里 他当然就当作搅口香糖 那当然啊 因为这战事还没有展开 可是我在讲最坏的情况是 如果战事展开了呢 那就不是搅口香糖的事情了 就不是你搅口香糖这个哼歌的事情了 就是你真的要扎扎实实的面对两个战场 他现在讲的是以色列去对付哈马斯 没有美国 以色列都可以把哈马斯处理掉 美国摆在那里是为了要下其他的国家 不要动而已啊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爆发了这个中东地区的战争的话 其实美国恐怕真的就是 不像奥斯汀讲的这么简单 我觉得奥斯汀就是走夜路吹口哨 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 那还不要提到说刚才郁婷婷讲说 普丁的态度是什么 其他的国家态度是什么 北韩中国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这件事情他们会不会介入 能介入多少 他们有没有在暗中帮忙 这谁都不知道啊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